最初接触佛法 老师劝我们不识 我们也很欢喜 怎么不识法了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自己有多余的 把那个多余的识学给别人 在识学时候 心里总是要留着 好的 完整的 留着自己有 赐一等的 或者是 有残学的 给别人 这已经很难得了 又在这个以前呢 残缺的也不肯给人 通通居为己有 现在可以能够分给别人了 就不是就很大的进步了 这样再过若干事 大概总得三五年吧 慢慢地 这个识学养成习惯 真正有欢喜心 我不是给人家的 好的东西给人 不好的东西留着自己有 这经历大部 送人都是送好的 再提升呢 自己很需要的 需要用的 看到人家需要 也能够不实 也能够不实 实际为人 比如吃的 穿的 这个日常生活的用品 我们很需要 看到人家了 更需要 能够成就别人 尤其是 真实的 社会福利四业 我们可以 神施兼用 自己到场 原来准备建一个图书馆 要花不少钱 不建了 把这个钱省下来 到国内去办学校 可以办很多个 希望小学 帮助许许多多清寒的学生 有地方读书 所以这个布施这个心 这个意愿 长期慢慢培养 培养到一定的 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真正的 欢欢喜喜的 牺牲奉献 所以我们想到佛陀 想到阴光大死 一生过着 清淡的生活 虽然供养很多 并没有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没有 他的官房 我去参观过 没有用这个钱 去整修 穿的这个衣服 饮食 都还跟 大辽 大辽里头 完全相同 没有特别照顾 他老人家是 八十岁元 万年 也都随众 不接受 特别照顾 这个是 表演 给我们看 布施要做到圆满 佛经里面 常讲的 受持 都送 为人 饮舍 祖师 大德 都做出榜样 我们看了之后 要能体会到 要知道 怎样去学习 心情静 需不需要 用舍补呢 不需要 我们现在懂得 身心情静 是对于自己身体 身心 最好的 营养 无过于身心情静 远离 一切 欲望 这个就对了 第二句 回敬 这 暂戒 这个回敬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不吃夜 静食 静戒 福 不许可 你做的 无戒 是静戒 你看 都有不 不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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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多半是给在家居士 不 卸淫 不妄 于 不 赢酒 加上一个 不 就是 境 静戒 十善 也道 实在家 也是 顺于 境界 但是它不算是戒律 善行 善行 就是 佛 劝你 所以 虽然 射善有 不杀生 不偷道 无戒 也有 不杀生 不偷道 意思不一样 无戒 是福 绝对 静止的 射善 是劝到人 那就宽度了 你犯了 没有罪 就是 没有 破戒的罪 不像 无戒 无戒 你犯了 当然 你犯 杀生 有杀生的罪 另外 还要加重 一层罪 那就是 破戒的罪 念成罪 实现 你们 不杀生 的时候 没有 破戒的罪 这一点 诸位同学 要知道 为什么 无戒跟 实现案 是有重复的 两 一个是 劝导 一个是 严禁 是规矩 佛门规矩 所以 这个实现案 是普遍 劝导大家 应该要 这样做 所以 实现案 你能做到